我是血壓的症狀是 除了量血壓那個指數比較高之外 我的第一個身體的反應是我的肩頸 非常強 會痠痛 每一天都說 喔 怎麼肩頸 怎麼那麼硬 然後一去按摩 確實會有舒緩喔 但是隔兩天又來了 然後吃了降血壓罩就沒有了 連我太太就講說 你最近沒有在喊你脖子痛 我就覺得 那其實那個藥還不錯啊 其實我們在內科教科書講說 一個人高血壓 教科書上寫得很清楚 萬一不行才開始吃癢 教科書上很清楚寫這樣喔 但是當然你假如太高 當然要先用藥 但是所以我們現在就去問了 有些什麼因子是造成血壓的原因 除了遺傳我們沒辦法 天生父母養就是這樣 可是剛剛我們提的第一個是 你吃太鹹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體重的問題 第三是溫度的問題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血管會收縮 這時候血壓是會上升的 對 還有第四個不要忘記 跟睡眠有關係 對 很重要 你睡得不好的時候 膠感神經很興奮 血管會收縮 除了剛剛蕭醫師講的 這幾點可以改善血壓之外 規律的運動習慣可以改善血壓 第二點 小馬哥剛剛講的是一個 常見的一個錯覺 就是靠身體的症狀來感受血壓 這是很可怕的一點 很多患者說 我最近沒有高血壓 因為我都沒有頭痛 您都沒有肩頸痠痛 但實際上這兩個不一定相關 還是要量 還是要量血壓 然後更有趣的一點 到底你是因為高血壓才肩頸痠痛 或者是您是因為肩頸痠痛才高血壓 這也是很有趣的 你不要再搞混淆我了 你不要再搞混淆我了 你不要混淆 怎麼樣可以不要肩頸痠痛呢 還是剛剛講的 你有充足的睡眠 均衡的飲食規律的運動 還有放鬆你的心情 我剛才一直講這很重要 我們很多病人躺在床上 量血壓180190 你就給他吃醬料的藥 你會害死他 因為有時候他只是因為傷口在痛而已 你要給他的是止痛藥 不是血壓藥 對 那這是判斷很重要 對啊 判斷很重要 你要先讓他也不舒服 我媽媽是有一個朋友是 他那個時候 不知道是從網路 還是聽他朋友介紹說 吃黑豆 黑豆 因為黑豆好像網路上有在講說 對高血壓的人比較好 所以那一陣子 我媽媽常常就被他分到什麼 他會自己做黑豆水 然後會自己做蜜製的黑豆 然後甚至他吃的飯裡面 是用黑豆下去一起煮 就有黑豆飯 他就一整天都在吃黑豆 然後他覺得 好像吃了一陣子 覺得血壓有比較穩定 可是後來問題又來了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我媽說奇怪 怎麼沒有再送黑豆水 那個蜜黑豆怎麼都沒有來 後來就聽說他那一陣子是 尿不出來 尿不出來 去掛急診 然後就說後來好像是他的腎 好像他的植物性蛋白吃太多 就是剛剛講的 你什麼什麼黑豆水蜜黑豆 然後甚至拿黑豆去炒菜什麼 過量了 所以其實當他吃這個黑豆 吃那麼多的時候 他的魚啊肉啊蛋啊 如果又沒有減量的話 那整體加起來蛋白質 當然會炒心 所以要均衡嗎 對 所以其實當你 當然黑豆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沒錯 但是如果當你有這個黑豆的時候 你額外其他的蛋白質 你就要做一些調整 你不能說還是蛋白質 再加蛋白質 那當然量會太多 木耳聽說不錯對不對 蛤 木耳 現在是越問越多是不是 對 不行的是不是可以 這樣可以這樣 木耳本來就是好吃 木耳很好吃 木耳很好吃 均衡啦 有人說一天要吃30種的食物 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五穀飯 十穀飯 一碗飯就有10種 真的 像我媽媽他們也很注重吃這一塊 因為我媽媽跟我爸爸 其實都有高血 但是你知道媽媽群 尤其特別是中年女孩那些 他們都會很會去找一些偏方 我媽媽她之前就試過 洋蔥泡在紅酒裡面 對 她每天晚上喝一杯 然後她就說 她那一陣子血壓都不飆起來 都好好睡喔 我們有朋友出了就叫五味 對 我就想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你喝醉 其實是因為你睡了好 所以血壓就沒有飆高 對 我說媽媽 你要不要就是試著一下 就是你可以不用泡洋蔥 你可能喝紅酒 搞不好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其實像剛剛小馬有講到說 鎂 鎂的確是可以助眠 所以當你如果真的睡得好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血壓就會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狀態 對 聽她這樣講好像 鎂可以取代安眠藥 不是 那是看你到底有沒有缺鎂 你如果本來就缺鎂了 你去補鎂的話 它可以安定你的神經 可以安定你的血管跟肌肉 所以你會比較放鬆 但是你知道嗎 鎂也是會中毒的 蛤 鎂也是會中毒的 鎂中毒之後意識會混亂 而且你的身上的反射還會消失 反射會消失 對 我們有洗腦 打我看看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的胃藥裡面都有鎂離子 氧化鎂那一大堆 尤其有那種腎臟功能不好的病人 因為他也很喜歡滋味一樣 每天吃十八到十六八 吃一吃鎂中毒抽到急診室都有啊 所以你會吃鎂有效 是因為你可能有一點缺乏 這樣講就是說 每一個東西應該有標明 鎂的剋星是什麼 假的剋星是什麼 鎂的剋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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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基本上如果 比較擔心如果真的過量的話 你就從食物裡面來 會比較不容易過量 鎂的話一般是 像剛剛講的 比如說黑豆 豆製品 深綠色蔬菜 全骨類 這些都是美含量比較多的 像我之前去遇到一個阿嬤 她就是很急著問說 營養師營養師怎麼辦 我說怎麼了 她說因為她有長期的高血壓 所以她說她知道吃香蕉可以降血壓 所以她每天都是固定一根香蕉 但是她因為最近呢 在家裡不小心跌倒 有點輕微的骨折 那骨頭不好呢 又不能吃香蕉 所以她就有點為難說 血壓我要吃香蕉 骨頭我不能吃香蕉 那我到底該吃還是不該吃 然後後來我就 腦袋裡面充滿了問號 我想說血壓到底跟香蕉有什麼關係 骨頭到底跟香蕉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真的是很常見的兩大迷思 基本上都沒有關聯性 因為為什麼那個阿嬤會覺得說 吃香蕉可以降血壓 主要還是因為假離子 就剛剛講到假離子 但是其實香蕉裡面 假離子不是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刮果類比較多 所以我就跟阿嬤講了很久說 其實這之間都沒有關聯性 如果你真的想吃 你就兩三天一根香蕉 因為香蕉畢竟糖分比較高 所以我們還是不希望你每天吃這樣子 而且不會影響到骨折的癒合 也跟血壓沒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高血壓是腎臟病 一個非常大的危險因子 那如果當你嘗試先吃這個 如果你是單純高血壓就算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高血壓 而且你已經有點腎臟功能不好 其實你是不能吃低鈉鹽的 因為低鈉膏假 假是需要腎臟代謝 當你已經有腎臟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吃大量的這個低鈉鹽薄鹽醬油 其實對於你腎臟功能是更加的 因為鈉更 因為假更多 所以其實如果家裡面有這種 就是長時間就是有在吃這種 低鈉薄鹽醬油的 如果同時有腎臟功能不好的 其實反而要換成一般的鹽 然後控制它的量 在國外有推所謂的德蘇飲食 它的確是有研究證實 它是可以降血壓的 所謂的德蘇飲食就是 五蔬菜加五蔬果 其實就是大量的蔬菜水果 然後以白肉取代紅肉 就是魚類或者是家禽類 取代豬牛羊 然後適度的吃一些堅果類 其實這個是被證實 對於降血壓是有幫助 那空心菜算在裡面嗎 對啊 就蔬菜啊 但是你要一天可以吃得到五份 一份大概是 就吃飯的碗大概八分碗 所以你一天要吃到四碗的蔬菜 看你有沒有辦法吃到這樣 買便當都沒有那麼多菜 對啊 而且也不要說只吃空心菜 各類的蔬菜 像其實有一個菜我還蠻推 就是芹菜 芹菜 對因為芹菜它裡面有一個 就是血壓的一個鎮定素 它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就是平滑肌的收縮 讓我們的血壓比較穩定 所以其實你適度的吃一些芹菜 其實對於穩定我們的血壓 其實有一定的一個好處 謝謝 我剛好有一個患者 他就是相反 那他的話本身就不敢吃 反而都不敢吃 然後也不敢調味 那像他在煮飯的時候 他可能芹菜就燙一燙啊 然後也不敢加鹽巴 然後只有加一點點 那其實這樣子 長期下來也不好吃嘛 所以他吃的量也很少 那鹽分也攝取得不夠 所以到最後反而變得很虛弱 然後送來醫院 像我們科那個有時候年紀大 非常大的病人 有時候他就突然送到急診來 說昏迷 醫師昏迷很非常嚴重 然後以為說是之前我們中風開刀造成的 然後問起來就說最近他吃的不好 那其實剛好通常都有高血壓 所以他們就盡量避免吃含鈉的 就低鈉低鈉 結果抽起來果然是低鈉 那個鈉 雪中鈉那個太低的造成疑似昏迷 就這種過油不及真的是 其實很多家就照顧者都是這樣 不敢給油不敢給鹽 一切都是很清淡 其實老人家吃的很辛苦 因為牙口功能都不好 結果我們那個食物中 一天加五克鹽 馬上那個疑似 可是我們怎麼去量啊 對 你最常在做菜什麼的 你們這一集有一點為難觀眾 我們知道不能多不能低怎麼量 又不是像我們喝一瓶水 這是一千五的就這樣 你平常放兩吃 你現在就放一瓶半 有點類似這樣子就好 自己稍微講 你喝不用 就是先以減量為主 對 你減量為主 不要不吃 而且基本上 如果你是三餐都外食的人 你一定超量 對 那個沒辦法 兩做都在家自己還可以控制 對啊 自己可以控制 沒有 你外面吃過飯 你可以說不要放味精少鹽 他會放你 對 但還是會超標 也還是超標 我上次買一碗共丸湯喔 他光加 因為我大概知道五克的鹽大概是多少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算過 他那一碗大概就五克的鹽 一碗就碗 對 我那時候看到我真的有點傻眼 回去之後 回去之後我就只把共丸吃掉 那個 我湯就不喝了 共丸本身也很多 也很多啊 那你剛剛講到的是因為 共丸它本身就鹽很多嘛 所以是不是在製食品 就盡量不要吃 當然 在製也很難消化啊 在製食物的原型 這是我們在強調 這是健康觀念的 不應徵做到 沒有人 那一碗 是 那一碗 一碗 有 一碗 是 有